印度股市狂爹,上了今天的新浪热搜榜,爹的裤头找不到了,爹的爹妈不认识了 爹的最后要饭的说,要饭的怎么的了,要饭的也比你们炒股的强 你说,印度已经逆天了吧,印度已经不行了吧 要饭的都比你们炒股的强 跌了多少呢,跌了8% 有个朋友就说,这次刚学会,人家一天跌8%呀,叫暴跌 有的地方两天跌了8%,叫微调 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有人早就说 说什么呢,说这个全世界在通胀,只有一个神奇的负责任大国在通缩 啊,真的了不起 啊,跌完以后,他的股指是多少呢,是72305 那么2008年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他的股指是多少呢,朋友们 啊,那时候他的股指是7697,都是个7开头啊,不过那是7000 7697,涨了整整整整整整整10倍,朋友们 我们那个时候是多少呢 3000点啊 2007年,2007年 2月16日,A股首次在上3000点以来,几近已经16年 期间经历了50次所谓的3000点保卫战 回头再看,3000点几乎成为A股投资者的信仰线 每逢3000点,便到了散户悲鸣,群体夯奋,政策旧事,专家宽慰,多空角力的八角龙 先开一组数字,2007年2月16日,盘中最高价突破3000点 到2023年10月20日,再跌破3000点 A股一共经历了4052个交易日 这其中收盘价高于3000点的交易日 达到了2083天 低于3000点的天数有1969天 十余年间,双方共差了100天 也就是说,从大数据的角度看 3000点的A股是,3000点是A股的储和汉界 那么近16年来,历史的3000点 始终是屹立不遥啊 人家印度股票已经涨了十倍了 那时候人家2007年,2008年是7000多 人家现在是7万多指数,朋友们 我以前呢,对股票我也不太能理解其中是什么逻辑 就是啊,有个叫狼千平的 但是后来也证明狼千平这个家伙呢 啊,这个私生活有点问题 但虽然他私生活有点问题 但当时提出一些个想法和看法 还是我觉得挺新颖的 他就说,当时为什么推出罗斯福新政 啊,那就是因为啊 大毛子国呀,说干劲太猛了 了不起了 真的是这个,让这个美国人发慌了 你说他们这些人,什么,战天斗地的 让美国人都害怕,也不吃也不喝 也不要工资啊 一会儿挖河,一会儿挑钩的 难道我们真的是干不过他吗 那个罗斯福新政呢 就是针对这个现象啊 说他们要振兴股市 要用股市呢 有能力的人呢 到那里能找到钱 要用这个 没钱的老百姓呢 把他的钱呢 别存到银行,存到股市来 达到军夫 所以说股市要严行峻法 股市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 大家知道动视笑贫吧 有的这个丑女觉得 有的坏家伙吧 觉得这个贫就是皱眉头的意思 是吧 觉得人家皱眉头 我也皱眉头就是美 哪知道你 你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所谓的那个 第一个宗教立国在这个太平天国吧 赶快派下来使团 说来访问 洪秀全 88个老婆 来了人还得跪给他 所以说 就是如表法理 表皮是一个东西 理牙又另外一个东西 我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是这样一个东西 啊 才多少呢 我再谢谢郎前平吧 才多少能理解 原来他们在玩什么东西 是吧 到现在呢 有的人吧 还是痴迷不误 比如说我太太 还是痴迷不误啊 他不只是赌徒 因为赌徒 整个的人类社会结构 什么结构 社会里的人都有 这样的这个赌徒 啊 但赌徒加这个极端 原教旨主义 可能只有这个 啊 IS国比较常见吧 啊 我相信在那个 我们国家 东边那个国家 那个里面的人 肯定也很常见 就是他不但是赌徒 是吧 因为人一赌啊 那个情感啊 那个心智啊 那个智商啊 都有受到缺陷了 如果再加上 极端原教旨主义 产生了 魏妙的化学反应 啊 变成什么了吗 变成他一辈子 信仰了 他做梦也梦的 这个玩意 他闲来就是 这个玩意 他忙的时候 也是这个玩意 反正一天到晚的 就是这个玩意 这个玩意 变成了呢 稀释他情感 稀释他金钱 稀释他生命 稀释他时间的怪兽 这个标题啊 我也很难起惊悚点 我也应该起惊悚一点 中国股市是 稀释人的怪兽 是吧 小编不给过呀 请问大家 这样能不愤怒吗 啊 这样 能没有情感 能不受坡洞吗 啊 哟 你同时 同年代 你在那时候 投入十万 在印度 已经变成一百万了 你在这里 你还留下十万 算赢了 已经 是吧 啊 你就是这样一个对比吗 这个 不难算呢 啊 环球市场 播报啊 印度股市 遭遇四年来 最大重创 莫迪联盟 领先 优势低于 一期啊 印度股市 周二暴跌 百分之八 自 创下自疫情以来 最大的盘中 跌幅 因为早期的 计票趋势 显示 印度总理 莫迪 执政领导联盟 未能取得 预期的压倒性 胜利 印度指数啊 就是因为莫迪 执政上 出现的挫败了 就是这股票 就狂跌了 好像印度 现在有的地区 就信奉 这个共产主义啊 还有信奉 毛派 毛党的 好像是 不是有一个地方 涨的好像 都是中国人吗 他叫龙邦 叫什么的 就是这样 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吧 印度股市狂跌 成为吸人怪兽 成为吞人怪兽 印度可以说吧 对